大家好 香葱是非常好养护的一个蔬菜 而且养好了 一个月可以修割两次 而且能连续的修割几年 栽培香葱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这种种子去栽培 栽下去15天就能修割 修割的时候 直接从这个部位给它修剪就行了 等过上10天左右就能长到20公分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栽种香葱用的是什么土壤 后期生长得更加旺盛 我用的是一个泡沫箱 这个土壤是酥松透气白水性良好的 营养土两份 核杀一份加一份营养土 栽培香葱就比较简单了 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外衣给它剥掉 剥完之后底部的一些干枯的根系 也要给它去掉 然后整个种子承插下去就行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这样就栽种好了 因为是丑土栽培的 不需要马上给它浇雪 等过上三天再给它浇雪 等它冒出小芽长到三到五公分的时候 我们逐渐的把它拿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养货就行了 香葱是非常喜光的植物 不过养分又跟得上 平时施肥呢 我们可以用发酵副所好的鸡份 咬上一小勺 内一千毫升的水 充分的搅拌均匀 给它浇透 这样呢 咬份足香葱才能长得更加旺秀 好了 再见 再见